高雄港 飲水人辦公室外緊急大消毒 二月六號高雄確診四個個案中 就有一個是飲水人 目前傳染源不明 找這些船是在找感染源 從時序上來看 但一月二十八到二月一號的機會 是有的 飲水人案一九二四四到船長室內工作 至少會跟船長舵手 跟大副三人處在密閉空間 而他二月四號發病 往前推半個月 總共接觸四十艘船 但他在一月二十三號曾採檢陰性 二月一號最後登船作業 所以感染源應該就會落 在這中間的船隻接觸 目前大部分船都已經出海 但最終疫調 罪名飲水人是高風險作業人員 卻多次未易規定盜檢 根據紀錄他一月二十三號採營之後一月二十四號二十九號三十號 簡訊通知未盜檢中間還有警局跟航港局電話通知兩次都沒來 最後在二月四號發病接著確診不下五次的通知未盜檢 現在要被開罰六萬到三十萬元 而他除了工作接觸 過年期間也到戰略庫知名麵店用餐 現在店家已經消毒恢復正常營業 還有新光水岸公園以及便利商店 都有他的足跡 衛生局依法公布 另外三例個案都是解隔前採羊 其中兩案是期經檢驗上 確診個案密切接觸者 都是隔離中確診傳染風險低 現在飲水人確診感染源不明 接觸者一百七十四人也要調院面電監視器 釐清感染途徑加強匡列 三訓人秋上 訓人紅古不仙高雄報導